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在小鸟依人了 跟我本人也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比较长的一个角色 就是常常帮老公安排所有的东西 而且就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 他只是那个角色只是一个比较讲话直接一点 可能会凶一点 就是比较你走出来好像一个大姐的那个感觉 那其实苏宇是比较一个温柔的人 要你凶你觉得难度大吗 还蛮难的 还蛮难的 因为我一大声我的声音有点走了 所以要慢慢练习 所以其实他每天喉咙都很辛苦 我们都欣赏他真的 而另一对扮演夫妇的山葱和Candace就非常甜蜜 很少拍性感亲热戏的Candace 透露会在剧中穿性感睡衣色诱山葱 Candace说角色充满挑战性 但山葱就大赞Candace的表现很出色 其实他真的很好 因为他在外在这个影像上 还有在内心的戏里面 他都跟我每一天都 老公我们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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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 我们怎么衣服怎么配合 你看现在今天我们就是 太好了 这是有倒过 没有 没有 没有倒过的 可是已经有这个墨镜了 对对对 挺好挺好 还有就是戏里面我们这每一墙 我们都希望有一种怎么感觉 因为其实这一集啊 他的角色比较难做 山葱也帮了你很多 对啊 他也帮我 Shawn也帮我 我每天一见到他们 我就这个你觉得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好吧好吧好吧 但是我觉得看了几场比较大的戏 他都演得很好 演得很好 新加入18年后阵容的嘉欣 虽然曾经和阿商一起拍过 包青天再起风云 但对手戏就不多 所以这次算是正式第一次合作 虽然两人还不太熟 但阿商竟然大胆地说 嘉欣变胖了 对那天Shawn讲我有那个双下巴 有吗 对他一面在讲我 他看那个荧幕的时候 因为没办法我们的 我主要的景是在那个甜品店 糖水店这样子 然后那个是真的糖水店 所以真的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还有我是很喜欢吃那种传统的糖水的 对豆花啊 红豆沙那一些啊 所以我已经放弃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开心 我们才减肥了 没有关系啦 没办法啦 还有就是这一套剧要录的是男生 女生不用 所以就留给他们就好 哈哈 不错了 对 对 好